什么水果减肥 水果减肥法是除了水果什么也不吃的减肥方法 其实大部分水果对减肥是很有效的 常见的就有菠萝、草莓、山楂、霓猴桃、柠檬、苹果、檐橙、香蕉以及雪梨等水果 一个星期内只以凤梨作为三餐中其中一餐的主食可以减轻2-3公斤体重 但是凤梨会损害口腔的腔膜以及胃黏膜 而且主持凤梨会营养不均衡 草莓加冰糖、山楂、麻油或者牛奶是可以起到减肥作用的 霓猴桃可以帮助快速分解脂肪 而且还可以产生蛋白质加速新陈代谢的速度 柠檬减肥法曾受到国内外明显的大力推崇 柠檬里面的柠檬酸能够抑制脂肪累积 苹果减肥法起源于日本 但是它只能维持生命 不能保证营养会跟得上 甜橙减肥 要求午餐一碗蔬菜汤 加一条鱼肉和一碗米饭 饥饿的时候吃一个橙子或者一杯果汁 晚上则是一盘素菜加一碗米饭 一小时后再吃一个橙子 酒 我 道 词